我们出考题好不好 看考题跑出来的是 邦交国 邦交国 录影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 已经邦交国在掉了 我其实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有时候瞬息万变 真的啊 录完影了 过完年了 这个邦交国还会剩几个 我实在不知道 所以大家来预测一下好不好 你要讲数字也可以 2024吧 好不好 因为其实很多 很多评论员都觉得不看好 掉到个 我们目前是 12 掉到个位数都有可能 对不对 而且我们录影的当下 其实是还有一个嘛 土瓦鲁 对 所以有可能掉到11 好 我先看看 孟开写的 好 不棋不带 没有伤害 这是怎样 完全 完全弃手了 是不是 然后宏威委员呢 我觉得有 如果按照 这样子下去 是有可能 个位数 对 有没有可能零啊 不至于啊 不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你说美国会帮我们hold一下 我觉得美国会出手啊 美国一定会出手 不过这次美国非常伤啊 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 不管是诺鲁啦 或土瓦鲁啦 离我们实在太遥远啦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国民 根本不认识这几个国家 因为他们人口数也非常非常的少 可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太平洋岛国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战略位置 所以我们这次诺鲁不是最早传出来是澳洲的媒体吗 因为这些太平洋国家事实上就是这些澳洲的后花园 在整个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上 事实上澳洲要帮美国去守住这几个地方 那这几年其实中美在太平洋岛国 他们之间拉锯也非常非常的重 就是说他们可能开始变成说 他们要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那台湾的话 因为台湾其实某一个是变成是一个棋子 那所以这些我们的邦交国的这个流失 事实上也牵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个角力 我认为美国会出手 就像我们那时候不是很多 我们的这个中南美洲国家一一失守的时候 美国就是也赶快进去 不要再跟台湾继续的断交 那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都理解我们在外交上的困境 我们也能够理解中国在整个的台湾外交上 一直在帮我们挖墙角 可是我们自己本身一直有这种粉饰太平 然后一直是报喜不报忧 我就举例像诺鲁这个国家 诺鲁在去年底的时候 诺鲁的前总统还来跟蔡英文总统一起吃香草冰淇淋 吃得好开心 所以我们的友谊多么多么好 好了没有多久 他回去之后他立刻下台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回去之后立刻下台 下台之后我们还透过中央社 去发了一个新闻 还不敢说是谁讲的 讲涉外人士说 这个新总统虽然换了新总统 可这个新总统更挺台湾 所以台湾的邦交没问题 结果没有多久 然后在我们选后第二天就跟我们断交了 我想请问当时请这个总统来 一起吃香草冰淇淋 然后你的这个外交部 我们的中央社是国家通讯社 你们在放什么样的假消息 为什么 其实看的人不多 可是当我们看到诺鲁断交 再回去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你不觉得 你这么耍弄 台湾人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某一个程度 外交部应该非常诚恳的 也非常诚实的告诉 我们就是这些邦交国 会出现什么问题 像土阿鲁 人家传出这个问题 然后那个澳洲 澳洲媒体去问我们的 吴昭昭先生说 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我们的邦交好得很 然后立刻断交以后 你又怎么样唾面吃干呢 所以我觉得 其实国人都可以理解 我们外交是困境是非常艰难 但是我们真的花那么多 纳税人的钱 不是让你们一直在欺骗老百姓 所以预测一下吧 孟凯这直接讲 反正你也是看坏的啦 对不期不带啦 没有伤害 其实我自己跟这些 外交第一线的人员 他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们的外交的人员 我必须讲 我们外交第一线的人员 都非常的优秀 要专业有专业 要语言有语言 但是真的 上面的政治意识形态 让大家其实疲于奔命 那我讲不期不带没有伤害就是 说实在话 我们还是身为中华民国的 立法委员 每掉一个邦交国 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少一个朋友 那既然少一个朋友的话 我觉得对长久的发展 真的不是好事 因为当越来越少人 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 你以为是台湾独立 错 是台湾孤立 我们就可以孤立在世界上了 那当被孤立的时候 那这样不就被达成统战了吗 很多人觉得是台湾独立 是啊 但是台湾孤立 拜托大家想清楚好不好 大过年的不要讲 不要讲不好听的话 但是大家真的想清楚 不要再有那种错误的迷思了 所以对我来说 我比较还是希望的 是有不期不淡 但是你12个邦交国 到520之前 蔡英文的要卸任之前 不要再掉了 你没有办法增加 但你不要再掉了 那还有赖清德上任这四年 因为当然我们今天讲是2024 但是赖清德上任这四年 我们真的诚挚的呼吁 不是只有你当一任总统 一任总统四年了不起 对不对 但是台湾的长久发展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不是你这样随便挥霍的 蔡英文可能已经创下 民选总统之后任期内断交最多的总统的名声了 他的记录 我相信可能前无古人 因为民选总统就是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那后应该也没有来着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再给他断了 但是我们真的呼吁赖清德 你应该要好好的守住每一个邦交的国家 并且国际关系上面花点功夫 花点心思 首要之急 把那种战狼式的外交部长 不是任外交部长先换掉吧 韦翔 怎么预测 还会再断吗 我是预测 你直接数字出来了哟 我是无解 我觉得蛮无解的 那九是怎么样 我猜九是因为 我想2024可能 这个老共还会再用一些力量 让我们掉到个位数 所以 但是我觉得人民也蛮无感的 已经这几年已经掉到大家的角色 反正少了一个邦交国有什么关系 少花一点钱 我觉得这也是政府会给人民的感觉 可是 我觉得无解基本上 这就跟美中关系有关 跟两岸关系有关 这都是台湾重中之重嘛 对不对 所以两岸关系看起来是无解 你讲到两岸关系好不好 我们赶快挤进最后一题 两岸关系 好不好 2024大预测 两岸关系的走向 请作答 怎么样 眉头深锁是不是 很好奇写什么 那孟凯就先给我们看 不期不带没有伤害 你作弊 那这样子我就刚刚不要猜 我很有诚意 我还重写了一遍 不觉得吗 我就先讲一下 还是一样 你看帮交国 我们不期不带没有伤害 那一样两岸关系 真的 我只求 现在可不可以就是最 minus就最低点了 好不好 就过去八年 蔡英文政府执政下面 两岸从停滞冷冻到火车对撞 真的 两岸人民受伤很大 尤其是台湾 对岸先不讲 我们台湾 观光旅游 住宿饭店 餐饮运输 这些业者 在疫情期间 海啸第一排 那2023年 大家全世界都在拼经济 拼观光的时候 泰国 日本 韩国 这些国家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是 举双手欢迎赶快 因为观光材是 刺激经济最好的一个方针 就是台湾2023年 我们有赚到这种 国外 陆克 然后其他世界各国 这些观光材 其实没有 2024 不起不带没有伤害 所以我真的 还是一样 这个不是说我们 这个看虽 或是我们敷衍 但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会认真的去 讲出人民的心声 但是如果说 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 死脑筋 或说他们只想要用那种 听取四成的名义 然后就是绑住 然后只想延续 自己的政权的话 我只会觉得 下一次的投票 会继续的再用选票 来教训现在执政错误 而且政治意识形态 绑架的民进党 好 那我一起看两位 好不好 先赶快念一下 洪卫议员说 男 赖520的谈话 还有美国大选 那这个伟祥是说 走钢索 保保苦 好 那我先请 这个宏卫委员 对啊 其实我就讲 就是说 我觉得 现在两个关系有点困难 而且我觉得 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赖清德 他520的谈话 那个这个谈话 我觉得可能 要先给美国人看吧 肯定 对 然后 当然他谈话 如果能够让两个关系 稳定下来是最好 那但是我对他 没有什么太大把握 另外我觉得 2024还有一个 其实最重要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美国的大选的结果 而且现在大家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担心 川普回来了 对 会卷土 会卷土重来 这个 哇 这也是我们 会整个大地震 其实世界各国 都已经在做一些 因应了 可是你看台湾 好像没有办法 台湾 因为我们就是 要跟着美国老大哥走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很困难 而且也很难预测 我很同意他讲 走钢索 就是我们 因为其实变数 也非常非常多 我一下 对 基本上很简单 真的就是走钢索 真的就是走钢索 但是走钢索怎么样呢 宝宝苦 其实就是全民苦 因为现在 不管是我们的很多 我们知道很多的 这个中小企业家 或甚至资本比较好的 也往外走 然后两岸关系不好 其实也牵动到 我们台湾有很多的 不管是观光经济 或是我们的外贸 还有甚至什么ECFA 之后还有RCEP 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意识形态 如果赖仙德没有办法 破釜成舟 做出一些改变 真的当全人民的总统 真的要当全民总统 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觉得 但是他又不可能说 废除台独党纲等等的 因为他现在不可能获得 两岸上面 有一点点的信任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在一个 钢索上面 随时都有风险 那这个风险 除了战争风险 完全也没有 管控的管道 那再也就是 经济风险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真的在走钢索 我也很忧心 在这个件事情上面 火委员ECFA的部分 好 两岸经贸大战的部分 显然也是一个重点 我认为ECFA 我们这些农浴产品 还有这些相关防治机械 应该会非常困难 我讲这个难 为什么难呢 因为现在我们 虽然没有及时性的 可能有什么军事战 可是你现在看到 外交战跟经贸战 事实上都已经开动了 那外交战 我认为会继续 所以我才讲说 会有各位数 然后经贸战的部分 我觉得ECFA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会被取消 这个优惠关税 会越来越多 好 如果我们的认贸战